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萌莉 今天这视频是 OK,那首先从这件衬衣本身开始说起 它是一件Mango的这样的Oversize版型的一个鸡 然后后面也是这样子的阔型 我觉得这样的阔型它单穿就会很好看 然后我里面是穿了一个这样子的短裤 鞋子这边我穿的是一个旧的Vanx的小个鞋 然后包这边呢,我拎的是这个黑色链条的这样的一颗胯包 然后我觉得跟白衬衫然后这样的一身夹在一起 就有那种好不费劲的那种庸蓝的法式的感觉出来 所以那第二套呢,我在这个衬衣外面加了一个这样的白色的保鲜背心 然后鞋子这边我换上了一个黑色的短靴 然后今年这种保银背心就超流行 我看大品牌都有出一件这样的保银背心 不管它上面的花纹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大概很相比较了好几家品牌 我最后挑到这件是HM的 我觉得这个花纹最让我有那种复古法式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身这样子的白色 给人就是那种秋天里面那种优雅复古的女生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不想要那种感觉太强了 所以这边鞋子这边我加了一个短靴 就是增加一点这种朋克酷酷的感觉 OK,那第三套呢 就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白衬衣加牛仔裤 我觉得这个是白衬衣非常好看的一种搭配方式 是我们超喜欢搭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白衬衣它本身是比较正式的一个单品 然后再加上牛仔裤呢 就把它拉到了一个这种半休闲半正式之间 然后就会有那种不费劲的时髦的感觉出来 然后另外我这边还加了一个这种黑色的皮带 然后就会把一身的这种精致的感觉更增加一点 然后鞋子这边呢 我也是搭了一个小白鞋 然后也是增加一些它这种不费劲的这种随意的气体吧 那第四套呢 我这边配了一个这种四肢的抱纹裙 包包这边另外一个非常现代简约的白发的这个包 然后鞋子这边配了一个尖头鞋 就这样的一身呢就比较我可能比较现代都市女性的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这样的一身呢 我觉得就是适应的场合也很多 上班之后不是特别严格的工作环境都是ok的 然后这样的一身出去逛街啊干什么 这所有这种场合它都是ok的 然后这样的一身我也会觉得比较的优雅吧 那接下来这套呢 我是单穿了这个衬衣 然后外面加了一个这种皮质的西装 然后再加了一个过膝场靴 我就这样的一套就在秋天的时候也很洒了 就是还蛮街头的就是蛮酷的 然后过膝蓄本身也是我在秋冬用上超高的一个单品 我觉得它跟西装外套去结合 就是可以搭出很多就是又萨又性胆的这种搭配方式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样不是特别显高的话 你还可以就是把西装外套扣起来 然后加一个皮带这样穿 然后就把腰线更加往上踢了 这样子也会更显高 接下来的这套呢 我是给这个衬衣外面加了一个这种小相公的 眉红色的外套 然后下面搭了一个这种阔腿裤 然后鞋子这边是一个肩头高跟鞋 然后这样子整个的一身是比较贵气 比较百富美的这种感觉的 所以说包包呢 我这边另一个YSO的链条包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外套 它是眉红色的 我觉得颜色很特别 但正因为它的颜色会比较浓郁一点 所以里面的白色把它外面的这种暗去点亮一些 这样子搭出来的一身 我就会觉得又优雅又贵气 可以接下来的一身呢 我还是用白衬衫搭的白褶裙 但是这次搭的是一个这种渐变蓝的白褶裙 我觉得衬衣它就是有一种魔力 可以把很多的长裙 就是花色稍微复杂一点点的 它们都可以把这些长裙衬得更加的好看 然后这样子的一身外面再加一个正式感强一点的外套 整个一身就会比较的都市利人的感觉 所以包包这边我还是拎了这个链条包 然后这样子的一身去城市里面的所有的场合 比如吃饭啊逛街啊 包括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都是ok的 那最后一套呢 我觉得适合天气稍微再冷一丢丢 就是如果只穿一件衬衣和一件外套都不太够的时候 你也在衬衣里面塞一个这样的薄款的打底衫 然后塞在里面的话就会特别的狂 然后你再在外面穿衬衣 然后再穿外套 这样子就会很保暖 然后这样子一身也会挺发 就挺帅气 我喜欢在秋天的时候穿膝外套加衬衣 然后再加一个紧身裤 然后鞋子的选择就很自由 你可以选靴子 也可以选这样子的这种小皮鞋 我觉得都是很好选择 都可以穿的很好看 ok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白衬衫所有的搭配 我觉得白衬衣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单品 就怎么样子去强调它的搭配都是不为过的 尤其是我自己比较注重实判性 如果有一个单品它能够在很多的搭配里面反复的出现的话 我一定会买很多这样子单品 就是希望把这个单品买到最适合我自己的身材 然后最适合我的版型 那ok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想看的内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然后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 拜拜